天安门 为什么 孙队 你大爷 咱们哭了 披萨 你要是不答应我 滚 我就拉你一起跳湖 跳下去了 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是 我们将改变世界 I love my game 美国人必须要我 Sorry 需要观看高清完整版的朋友 请登陆 3w.112992.com 3w.112992.com 需要观看高清完整版的朋友 请登陆 3w.112992.com 3w.112992.com 新纪录 新纪录市 Here we come 有钱了 Do you have a dream 春风算算 我告诉你 这个船开出去 它停不了 它指着往前 主动枪 你带的 有这么贯 那我们新纪录团不行吗 在你眼里 我从来都是一 是 逼 欢迎来到腾讯首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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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电影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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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难道你这些 什么人 没我这么做 就没我自己吧 我来 我来 想多电影资讯anti 跟他们打开 我来 我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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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美国文化对个人最细的 I love you I've always loved you 你现在还是一个loser吗 梦想就是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 这是幸福的东西 我们只有从失败去掌声 在绝望中去掌声 每个人都拥有梦想 我们的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梦想 我们靠着梦想的支撑 才能够一步一步往前走 当我们走到一定的程度 木然回首 才发现有些梦想已经实现 而有些梦想依然还是梦想 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当我们在回首过去的时候 我们不往前瞻 当我们发现有些梦想实现了 或者没有实现的时候 我们才拥有了新的梦想 让我们开启明天的脚步 感谢各位的等候 现在我们是中国合伙人的腾讯首映领 欢迎我们各位主创 欢迎各位 给他介绍一下 首先是中国合伙人的导演 陈可兴先生 我们的四位主演从这边开始了 排名不分先后 童大为先生 大家好 邓超先生 大家好 黄晓明先生 大家好 杜娟小姐 大家好 欢迎各位 能够把这几位中国新生代的最重要的男演员 组合在一起 和我们这位中国当代电影 最重要的导演 陈可兴先生 主持一个集体来拍的这么一个电影 使我们所有电影迷 和所有电影观众的期待 所以我们首先请陈先生 介绍一下这部电影 简单给我们讲一讲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因为最近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电影以中国为名字了 因为这个背景确实是太重要了 因为其实是讲三个很典型的 不同类型的男性 在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年里面的成功梦想创业 那么里面有华晓明演的图片 图鳖 有邓超演的海龟 精英 这两个是一样的 憋和龟是一回事 但是相反的 个性完全相反的 还有 就不用说另外一个名字了 同大为演的奋青 所以如果都按照龟 憋 那就太通俗了 其实三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好朋友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奋斗梦想创业 最后二千年成功的故事 就是我们说从六十三块的 从三十六块的突变 到六十三日的教父的一个传奇故事 所以基本上是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全部囊括在里面了 因为我是六九年出生 基本上和这个电影的背景是比较吻合的 我能够从这个电影里面看到我们曾经的步伐 看到我们曾经的梦想 那么请问 请教一下四位 你们在片中饰演出什么样的角色 虽然说都以动物给你们做了一些形容 能不能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演了一个就像导演讲的一个愤青 就是在那个年代很有激情 然后热爱文学 没事背背英文诗的这样的人 然后在那个年代充分的享受了青春 在大学期间跟当时 就是很少有人那么干的 跟一个美国女孩谈恋爱 长了好几年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又开始很享受生活 就是一直身边的人不断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那你合适 那你在这中叫什么名字呢 叫王阳 王阳 跟他 我饰演的叫孟小旬 我觉得他是一个军事化的人物 军事化 军事化和理想化捧绑在一起 对这家就比较严格 非常严谋 或者说是成自然 就是从他小的时候 他爷爷那边就是海归 然后爸爸那边也是海归 然后他戏里有句台词 跟两个兄弟在机场说 我爷爷去了 回来了 我爸爸去美国回来了 我跟他们一样 我也会去 但是唯一不同的是 我不回来 他会觉得我的梦想 会是在美国实现 但是呢 在电影的呈现当中 又是在美国遭受到的最低谷 就是像股市那样 就是一会儿 是不是一会儿 一会儿跌停 就是让他自己觉得最应该实现梦想的地方 让他彻底扣锁 对 然后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幕后推手吧 是这么一点的 小明呢 怎么一直被我们视为偶像啊 阳光男孩 这会儿居然演土鳖 这次我为中国土鳖做代言 对 我演的这个人物就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现实生活中 可能中国人群属于最多的那一类 然后 他是非常非常普通 甚至于是从农村来的一个家庭 但是 他有着自己的梦想 他为这个梦想去努力 但是现实生活却让他 他处处碰壁 他其实是一个失败者 loser 高考失败 泡妞失败 泡不过王阳 就学习 学不过孟小军 然后还有被学校开除 所以整个的人生 对他来说是充满了 前半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的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点一点的坚持自己的梦想 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 最终一步一步 从三十六块的图别 变成了咱们六十三亿的教父 其实六十三亿是你 不是 是你们仨家起来 我们三个人一开始都是很穷的 就是每个人所处的状态不同 但最终一点一点的就变成了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留学教父 对 所以 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的这种最基本的这种阶策 就是中国梦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是非常适合所有的中国人 尤其是有梦的年轻人请订阅看的 那杜娟呢 杜娟呢 我不知道你是演的是被她炮过的呢 还是甩过她的 因为她说她爱情总不成功 她身边老一堆女人 你肯定不是养个外国人 我在戏中扮演的角色叫苏梅 然后她也是那个年代就是心中拥有着美国梦 然后想要去到美国实现梦想的中国学子之一 然后她是一个漂亮很高傲气质独特目标明确的一个女孩子 这个我们看得出来 然后她觉得只有去到美国 她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心中的梦 她想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生活 那为此呢 她放弃了与王晓明饰演的陈东青的恋情 放弃了这段爱情 你只跟她有过爱情 对 我就是被 我就是被这个女人刺激了 然后奋发图强 对 就一定要有钱 然后一定要让她后悔 那就变成了后来 男人一般最初都是被女人刺激的 就要不被一个女人刺激 要不刺激一堆女人都能成功 好 我们在今天手艺里之前啊 已经和腾讯的QQ票物做了本部电影的预售 就网上预售 18号才演嘛 我们在腾讯票上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电影18号要演了 谁要愿意看 不是说投票 我说我愿意 而是拿出钱来买票 我们卖了多少钱的票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8986320元 就是单从QQ票物上就这几天 我们公布以后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个不能做假的 这个 我们需要把钱给到 给到你们 我们还没上天 已经800多万票吧 对 就光腾讯这一家啊 真的 就腾讯QQ票物 就卖了八百九十万 给予差不多900万 可以说我以为八百多块呢 我第一反 我以为八百多块 八百我只想坏了 就买这么少 八百九十万 希望把你的嘴摁住别念了 就这已经售出去了 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每个人买到票以后 他们拿到一个凭证 就可以在中国合伙人 上映期间 到任何一个电影院去换票 就回票去了 但是钱已经进了QQ票物 就是这里面呢 陈老爷 你就可以算出来 有多少钱是可以当你那的 你就可以真的算一下 不是到老板那 不是当我那 你也是老板之一嘛 之一 就你可以算到什么都 待会做完以后 做完所有的以后 你就可以把那部分钱 拿来请我们吃饭了 恭喜陈老爷 恭喜 恭喜各位 谢谢 好 我们这边呢 有一位小伙子啊 他那有一个灯 主要是我们 这个节目 跟别的电视节目不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 腾讯的网友 正在及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他们随时可以通过 腾讯的微博 可以通过微信 跟我们保持个联络 随时他们可能有一些问题来问 我们也没有办法经过事前的筛选 就是问到什么 我们就公布出来 你们能回答就回答 实在不能回答呢 我们就看下一个 在这部电影里面 都提到了出国的事 那个年代 特别是我们九二年代 那帮人啊 其实很多人都出国了 我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最终没有出国 留在了中国 因为我的英语实在太差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先跟大家来看一看 这几个英语单词 这个可能在我们的剧中 是比较突出的 几个英语单词 首先就是这个 乡下老 这黄老门帮我们念一下吧 我英语实在不好 对不起 我真没见过这个英语单词 你演了半天土编 我们是 当然我们不是完全对的意思 但是我们意思就是 soft share turtle 就是一个软和威的那个意思 但我真不知道这单词 我刚才特意问导演 我是什么单词 其实我 我要为小明辩诺 这个 这个字连我都不懂 我确实也挺敢说我英语 你不是在美国待过吗 对呀 而且我还不是一般的在美国待过 我是英语非常好 我都不懂这个字 因为我觉得肯定有 这个字一定有 你们会写出来 但可能是一些比较 比较不常用的字 因为我自己都不懂怎么念这个字 哦 那这样说的话 那只有同大为懂了 对 我当然也不懂了 因为路易也有教他这个字 那您觉得该怎么念呢 理论上要念yoko yoko yoko 但是这个是理论 因为我是没听过这个字 我没听过老外面这个字 所以我自己不知道 哦 那这个词应该是有的吧 这个词 灯超会念 导演刚刚教了 contrast 对 反差 反差呢 就是说我们 其实各位 饰演的角色 跟自己本身反差都反差 很大 刚刚小明说过了 他是一个偶像 他来演一个土鳖 这个反差 的确很大 你没演过这类的角色吧 你演的都那种 我没演过土鳖 但我也就是一直都在找反差 比如说演风声里的日本人 皮肤里的这个土鳖头子呀 包括我们写离子里面的也是这个 就是一个反角 然后一个留着大落山湖的一个传教士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了我的归宿了 就是图编 你觉得跟你平时的反差大吗 或者跟你生活当中的形象的反差大吗 其实不大 除了外表的样子可能跟大家想象当中的大之外 但其实内心 我的内心就是注入一个成东青 我当时一定要争取演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我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 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我知道该怎么演 因为我的内心就是成东青 所以你内心挺土的 对 我内心挺土的 不会吧 对 又土又二的 然后 我说我很很有兴趣 把一个这样子的典型的中国式的人物 一点一点的成功 怎么成功的 他的酸甜苦辣 他的欢笑 他的泪水 我说我一定要把他演出来 我说我有这个激情 有这个欲望去把他演出来 其实邓超跟剧中的人物反差 没有什么特别的吧 挺陌生的 就陌生是陌生 陌生陌生 因为你没出过国嘛 对啊 我觉得在内在人当中 包括现在我觉得这样的 孟小俊这样的人也很少 在中国很少 可是我没怎么见过 然后有那样的家庭背景 然后那么要求自己 那么说话 那么 主要是跟他还有关系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可欣导演 他自己的很多 对 倒不是说经历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细节 其实是陈导演 曾经在美国待过的细节 对 我觉得那是他的经历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 可能是他的一些想法上的东西 包括他原来跟我说的 我承认这几个字 包括在表演上面 他也要求我做到 我承认 就是 补一下 在那个我承认 就是跟 黄晓明的土毕业方法 最不一样的 就黄晓明就说 我是为了大家 那么他回就是说 我是为了自己 但是起码我承认 其实这个前台词就是说 你也是为了自己 但是你不承认 我起码承认 这是我们的分别 所以有些这些东西 确实是除了他的经历里面 有一些跟我像 但是有一些他里面的东西 但我觉得讲反差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不够诚实 不够诚实 我觉得邓超其实是像孟小军 但是他自己觉得他不是 因为孟小军最重要的东西 是一个非常好胜 非常时刻的人 对你看人家都说 有吗 但是他就是那样 但是他说我不是 我是没所谓的 他说我其实完全没所谓 我再演一个角色 我说我就觉得你像孟小军 这个是我对他的 演这个角色演的好的一个 我从来不认为邓超 是一个无所谓的人 对 你看 别人看清楚 真的无所谓 但他至少很认真很努力 其实很认真很努力 孟小军也是很努力 所以小军呢 相反 小军呢 就是我真的觉得他不像 因为我觉得一个土鞭 那个爵士是农村来的 他又不是农村来的 第二呢 就是还有就是说 一个人长得好看 你的经历就会 一辈子一辈子都不一样 因为身边人都会宠你 对你好 对对对 你就不会有成东西的经历 但是呢 他说不是的 陈导你不明白 我真的是从小就给人看不起的 我身边人都觉得 都觉得我很土 因为我说你 你长成这个样子 你出去不会给人笑的 他说真的 我就是成东西的 他做我身边都是长得像咱俩这样的 估计给他制作假象 所以他觉得我们这样子才叫帅 他这样子叫做不好看 对不对 这我同意 这大为演的这个也有反差吗 大为其实反差 他是演一个花花公女的吧 对 他生活当中其实在这方面很严谨的 这个得他自己说 这个人我也不太肯定 我也不太肯定 婚前婚后 这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他还挺要求自己 是吧 我不是 因为导演这么一说 给我说二回了 我这个算有反差 是吧导演 你要没反差 你麻烦 你回去不好交代 我告诉你 我的反差的意思是 他整个电影里面 这个人就有反差 从头到尾 是变成两个 好像完全不一样的人 那我们说是演员本身跟聚中人 那你问他自己 看来导演对我还是不太了解 我觉得反正拿到这个角色 我拿到这个剧本 我是不知道怎么演 就不知道怎么能演好 演一个戏随便演 是随便演的 你就好不容易跟 陈文心导演合作一次 怎么也想着说留个好印象 至少说拍完戏了 让导演觉得 这个大伟演戏还可以 下次还可以再合作 但是我一直很犹豫 很忐忑 然后导演是说 说大伟我看过你之前的一些电视剧 我才知道导演原来在香港 还看大陆的电视剧 人家也演过电影 然后就讲说我觉得你身上某些气质 是跟这个角色有契合的 然后就说你要相信我 你就来演这个角色 我能把这个拍好 导演说 有一次就是决定到底要怎么样的一次谈话 然后导演和我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想说导演都说这话了 那我当然相信导演 我就演了 但是我还是很紧张 就不知道怎么把它演好 但还好第一天 就开机的第一天 导演给我安排了一场动场戏 是一场最久的卡拉OK的戏 然后就在导演的建议下 我就喝了 本来是应该喝一点 结果就没搂住 喝多了 他酒量还行 那我也喝多了 就给我喝段片了一样 但那场戏拍完了导演很满意 然后就还给我了一些鼓励和表扬 那天一下子我就找到了那个人物的定位 后边就知道怎么演了 靠酒精起的作用 他那场戏是演一个浪子 就是回头 也不是回头 我就决定就是从此我就不再玩了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 Beyond海阔天空 那里面有些歌词是背弃了 你想等等那些东西 就等于我完全跟我前半身断了 我就重新做人 那感觉呢 他唱的时候那感情很澎湃 喝得很多 然后呢 我们都给他唱哭了 那场戏 第一天开工 就已经一个镜头 我们就给他唱哭了 然后呢问题是第二天我们再去拍天门一早 然后他们说大伟还在吐 我还以为他非常喜欢喝 没一会儿导演就叫副导演说说那边有请了说可以走戏了 我还没开始就还没开始喝呢 然后我就就就就就就喝得极了 喝极了 结果就喝嘛 就是以后有经验了啊 凡是要找同大伟演戏的先杯点酒 他就能把戏演好 这票房 英文票房就这几个字吗 这好像是这个是office 就是盒子 box office 那跟票房什么关系 就是卖票那盒子 票 跟票房跟房有什么关系 卖票那个房间吗 对啊 所以一样啊 其实一样啊 哦 那这样吧 我们请杜鹃来预测一下 以现在800多万的我们腾讯票物的预售票的金额来预估 你觉得整个中国合伙人的票房会达到多少个亿 我的第一部电影您就让我预测票房吗 因为你管它呢 你跟它们的关系不是很大 你就随便说 说中了就表明你特别了解 那您给我一个选择的范围吧 范围 就是8到15亿之间 你选一个 8到15亿之间 8是 8亿到15亿 8亿到15亿啊 对 20亿 哦 它是做加法 我们那个同意吗 我能不同意吗 好 其实中国合伙人 真的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一代人的梦想 希望大家在5月18号呢 都能够边缘去看一看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也许你很长时间没去电影了 但是这部电影你一定要去 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 手艺里的第一个部分 新梦想 梦想 好好学习 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将来出国留学 赚更多的钱 原来有出国梦 但那个出国梦 不是发自内心 我自己也去过美国 也去过两次美国 包括戏里面一些 以前在美国做过餐厅 本来最熟悉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 就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就是在中国发生的美国 有点讽刺的 很荒谬的 对 首先我们要谈到的 就是美国梦 其实在九二年代 无数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美国梦 当时我们心目当中的电影明星 经常刚一出名 这人就没了 就我特别记得我的偶像 是一位叫公雪的演员 演《大桥下面》 上海人 很漂亮 结果演了两部电影 这人就没了 去美国了 你看张铁林 去美国了 去哪 他们似乎在中国 只要你稍微一成功 就走了 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机会 亲戚打电话 去美国吧 后来英文太差没去 就导演 你们在香港 其实 你也有一个美国梦吧 其实我觉得全世界 比方以前到今天都还是有 可能今天真的是这十年比较少 但是其实出国这个东西 哪里都有 而且美国确实是代表了一些东西 它有一种很大的符号性 我从小都非常想去美国 所以孟小俊这个角色有很多对白 我都曾经讲过 就是我没有他那么精英 就是他是家族遗传的 就父亲爷爷都去美国 不是 但是家里的教育都一路觉得 美国很多东西都很公平很好 那么其实说回来 这个美国梦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梦不只是出国 其实美国梦呢 是在平等机会里面 谁都可以穷自负 谁都可以从没有到有 所以呢 我觉得 我当时非常想去美国 而且我还不只想去美国 我觉得去了美国 我肯定最后是会变成美国人 我也会拿美国护照 也会住下来 那么这个就是我从小的人 那我当时中学毕业 也去了美国议书 也经历过去拿签证 对着签证观那五分钟 他我的印象 他的决定 就是可以影响我的下半生 那种忐忑 那种紧张 就是一个人能把你的命运 放在他手里 你的表现 你跟他笑 有没有自信等等都非常重要 那种感觉是挺难受的 挺难受的 然后呢 我也经历了去美国念书 去打工 做不了waiter 就做不了适应 因为年纪太小 结果做了服务员的服务员 服务员的助理 就是bus boy 但是他是一个北大的高材生 还是荣誉生 还要学校的精英 去了科大做助理 教授助理 结果要去做bus boy 所以对他来讲 那个打击可能更大 好 我们网友有提问 对 我们的网友陪签团 对邓超的签证提出了疑问 下面请邓超来接受一下特别的询问 在那边 我以为着火了 那咱们 来 请门到这边来 站着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咱们腾讯微博的一个叫Herry的网友提问 说想问邓超之前参加节目西服真空上阵 是不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材特别满意 你觉得你们三个谁的身材最好 这个跟电影没怎么 真空那个是吧 真空那是上回那衣服没有合适的 里面没合适的 就直接就真空上去了 就是你总是不给自己戴内衣是吧 有的时候还真是忘了 那你别说衣服下面都有的时候都忘带了 有短图 他说是鞋子 他说是鞋子 对 袜子 看老光的脚 对 然后三个人是一种不同的美 你可不可以不用美的字呢 不同的好 对 我们三个也没法脱了 那你就把你们三个不同的美和好美好给描述一下 先说佟大为他的美好在哪里 大为的美好是 我觉得是一种 大气 大气的身材 大气的身材 对 那小明呢 他真的他现在养生 我知道 他养生 但他有些养生 他每天要吃 吃那种 我记得我印象说他的胸很大 小明胸也很大 我在这赛里面胸最小 然后小明那段时间他练的确实是非常的 小明从胳膊中 然后导演那时候不让他脱 让我俩脱 因为他练得有点猛 特别像那个健身的那个 然后那时候我们还交流呢 交流了半天 然后他马上就让他的健身教练从北京 才几个小时 我说我这有一套健身方法 然后我跟大为讲 然后他说我也有一个 我说我这个健身教练 我让他来带着我们练 哗 下午就到了 也是那种很大只 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他同大为是大气 他是大只 那你呢 你大什么呢 那我不能说我大号啊 跟上车说没关系 说不明白 好 我就说你们三个人要在真在一块演戏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 就是觉得我得表现出比你身材更好的那种 可是我要表现出更帅的 还好吧 我觉得还好吧 只要角色需要 就是说胖瘦是我们经常要调整 不管是胖瘦还是说勾勒身材啊 就是说你要一个 你要演一个那种的 你也不能说是那样的 那形容一下我们陈导演呢 他很爱运动的 他很爱运动 他最近瘦了两圈吧应该 所以他每天是跑步 但又看不到他的胸 又看不到他的肌肉 其实我就不明白他们男人那么大胸干嘛 又不是女人 我跟你想法一模一样 对啊 我也不明白他们 你练那么大胸干嘛 小明 练那么大胸干嘛呢 我妈昨天说了 我遗传她 我也不想 没办法 她就长哪儿都不长 她就长 但是伯母不能够要求 你在很多方面都追随她呀 有些方面是不能追随她老人家的 昨天过母亲节嘛 我还说妈妈我爱你呀 然后我妈妈就看我端下半天 说嗯 你随我啊 你胸大 妈妈我爱你 她就抱着她妈妈 她妈妈觉得那胸给她顶住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健身呢 她每个人长的这个速度和位置都一样 我觉得特别容易长胸和胳膊 好吧 我估不腿 那个杜娟你来评价一下 就包括导演在那 就是你喜欢哪个类型的 单出一个女性的审美角度啊 比如这四位 四位啊 但你不能包括我 我要说我 你肯定说是选我了 包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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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包我都来了 包括我 你老婆把词说完了 各有优点 很难选啊 在这儿 我就完全从一个女性最直观的选择 但从外表啊 不能看妹汉 内涵我和导演 外表 对 外表都不选 都不选 都不选 嗯 彻底被抛弃 你那包紧我们都不够高是吧 个儿不选 我和导演个儿不够高 你们还可以了 好吧 人家不愿意选就算了 所以我们全部被她抛弃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是来自于微信平台的一个语音的提问 这是能拍的是吧 你好 我是陈唐 你但是我是歌手里的那个表演 太长剧了 特别精彩 还想看你现场再重现一下 可以吗 求表演 不要吧 直接就放了 我都跳你那也看不见 那你站前面来呗 算了 那你唱两句吧 行 我唱两句 就直接可以唱了吗 不一定唱这歌吧 你想唱什么歌都行 可以啊 我们唱我们电影里的歌吧 电影里最后唱 最后唱 那我唱怎么样 不会没歌 那随便 你那唱这首歌也好 导演唱两句 导演唱英文歌 你别把球抛到我这来 你再唱你唱你就唱 我特别想 我们回去 我再唱 人家不要听我唱 你想听我唱 你别强迫人家 邓超的唱歌都看过了 网上都说得到 你来两句英文歌 不行 唱两句 两句 不能唱ABCD EFD 其实我们就 唱哪个呢 就还是唱戏的歌吧 戏的歌可以啊 就是还是唱 苏梅杜鹃抛弃 黄晓明那歌吧 还有抛弃这歌呢 对啊 就是 就是抛弃你之前 把你给睡了 那个歌吧 导演我没有看片子 我真不知道他睡 我之前还要放 你有拍吧 那你赶快唱吧 我们拍的时候 也有放那歌 哦对对对对 那是什么歌 Leaving on the jet plane OK come on 太好 All my back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 I'm standing here Outside your door I hate to wake you up to say goodbye 那在戏里面是您唱的吗 不是我唱的 不是我唱的 好谢谢 我回来了 要不把奔跑唱一唱吧 我先回来 唱一个吧 唱一个吧 恭喜 真正通过 谢谢 你擦擦汗 在戏里面呢 有这么一句台词 是你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你 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都知道这句话 它最早来源于 罗大佑的歌 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那对你们来说 你们拍完这部电影以后的 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问他 世界一定会改变一个人 但改变多少不知道 就是 反正拍这个电影也会有很多感受 包括我们要去纽约 其实导演昨天 前天说的 他说 可能是现在的人 拍之前的三十年 而且我们是三个男人 不仅是他们的青春 而是他们一块成长 在一块的三十年 从校园到之后 也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其实三十年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一半 对 所以就是 就像我们做这个 做演员本身 我觉得本身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能很短的时间经历 经历一个完全陌生的生命个体的 一个故事 一个他的人生体验 所以 我觉得和世界是相互的关系 就是你和世界 就是如果说到你本人的话 当然 你和世界是相互的 你有的时候会去 有时候你会改变它 我不一定能改变它 因为 我说那个改变世界太大了 只能说是自己 你总觉得自己的那个 那个范围之内吧 你说你的生活也好 你的事业也好 其实 你在世界当中 你可能就像在宇宙当中的 一颗行星或者一个 一个一个形系一样 就是 但是那个 精神层面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是我 可能跟世界交谈了 三十多年之后的一个 一个想法吧 包括我也 无奈地经历了很多种 人的这个 人本身应该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 我们成长 我们结婚 生子 家人的逝去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 包括我们电影里呈现的 其实虽然说是三个男人 包括 还有杜娟 他们一块 比如说跟美国有关系 但其实不只是讲一个人去美国 也不是讲他们怎么成功 其实就是 好像都看得到你我她的影子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都在试图改变世界 当然改来改去以后 才发现反正我的感受 才发现是我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但是我觉得会 就像导演说 美国梦 它不是跟美国有太多的关系 就是它是一个相对公正的地方 就是机会均等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大家会觉得 因为我们人口也多嘛 然后我们的制度还不是那么的完善嘛 所以可能很多人先去想体验一把 一个什么都相对公正的地方 所以你会显得这个 人本身很有价值 人本身就是应该有价值的 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嘛 对这个价值看怎么体现 没错 你体现的好的人 有人说我改变了世界 其实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 去完善自己 就没办法去改变 我是这么想的 那大为 历史的进程肯定是人在改变世界 就一定是有很多人 怀揣着改变世界这样的梦想 但是改变多少 那个量变 其实我们能感受到的很少 很慢 或者是离我们的那个期待很远 但是正是有着 就是我们这些有梦想的人 想要去改变世界 世界才能往前发展 可能为之而变 对 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那话 就是年轻的时候想改变世界 发现最后改变的是自己的想法 对 但是就是世界也一定改变了我们 让我们从小 改变我们从小的一些想法 把我们的价值观 一些世界观建立 然后到一定年纪再改变 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认识 这个是相互的 小明 这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 对 既然电影提出了这个哲学问题 但我们这代人一定要去思考的 将来的年轻人也要去思考的 其实说实话 我们真的压根就没有想到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然后 也努力不让这个世界 去改变我们 但是最终这个结果 就是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改变了 对 就像我们当初的梦想 可能是去美国 去做一个在中国的优秀的 在美国的优秀的中国人 但最终却发现 你不小心在中国 就是 陈东青这个人物是很嘲讽的 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美国的人 可以做成中国最牛逼的英语学校 对 对 这个是 谁都没有想到的 最终的结果是你无意中发现 其实 这个世界是很奇妙的 不是他改变了你 也不是你改变了他 只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有所改观 或者相互的适应 相互适应 其实导演也是 我们 对陈可兴导演 开始膜拜的时候 就是甜蜜蜜 结果没想到 导演拍完甜蜜蜜以后 后来拍了 离生活稍微远一点的 如果爱 那再拍呢 就拍了离生活特别远的 投名状 然后十月围城 然后是武侠 但雪地只是监制 是监制 就在那么多年以后 再回来拍了一部 现在真的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中国合伙人 那这也是一种改变 就到底是 这个电影 这个行业在改变您还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回归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我这十几年 特别合适在讲改变世界 或者世界改变了我 其实你看 我自己看我自己 就是一个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改变世界 或者给世界改变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说你在外在来看 我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我从来不是一个分清 所以我尽管我自己喜欢什么 我知道行业有行业的规矩 有规律 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那种 我不是 我不是邓小平 我不是那些伟人 就是能够用一级之力 去改变整个世界的状况 我会 我知道我要 遵守一些行业的规则 所以当中国电影都迈向大片年代的时候 我也可以放下一些个人的包袱 个人的喜好 去拍大片 那这个从外面来看 就会觉得世界改变了我 但是其实也没人进来我的内心 而且观众也好 评论也好 也不可能看得那么细 其实我每一次在拍一些 被世界改变了的电影的时候 我其实还是坚持了很多我想说的东西 所以呢 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清楚 就是能改变世界的人 是亿万众无益 对 就是中国有16亿 15亿人口 可能没有10个能改变世界 但是 我们在遵守这个行业 这个世界的规律的时候 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内心的一些追求 我们还可以坚持 只要你坚持 我觉得你一定会影响到一些人 你总会多多少少改变一下一点世界 其实也是 我们也可以改变世界对我们的看法 比如像杜娟也是 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世界名模 就刚才就想说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问她 美国梦 因为她是去美国去寻找她的视野 其实她比较有代表性 对 她本人也是有代表性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其实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你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你 我们的生活 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无法预测预知的 所以 但是这个世界又是在不断的情境 在不断的改变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要去努力 要去追求 但是至于结果 我觉得对于错 是于非 可能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你看她永远不告诉你答案 等时间给出答案 这也是智觉 刚才叫你选要不选 但我原来有个疑问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老要去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年轻 但是为什么 就是那个终极没有终极 就比如说资源各方面 那未来他们怎么办 就是说我们总说发展 我们要发展成为一个 更什么什么 更什么什么 我就在想到未来怎么办 是你是城市好像 好似盖得越来越美了 资源都没了 你去哪儿 给这些后代们 是我们是要建设的很好 石油各方面 所以你看刚才那个导演说 你还是 我就比较随和一点 我总是相信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它有它自己的 解决的方法 对 生态方法 对 你改 没有一个人 现在我觉得 他能说 我们要保护地球 保护什么 其实你看地球那么多年 毁了多少次了 地球没变 其实我们要保护的是 我们自己 有一天地球还在 我们没了 换了一种物种来 地球还在 恐龙没了 每一个年代 都有它的规律 它的生态 对 就是我们60后 他们70后 到80后 其实生态都不一样 到现在的小孩 90后80后 他们的生态都不一样 他们都被宠出来了 那人家都说 你别宠小孩 我们现在不宠他 用以前的教育方法 他出来可能 他生存不了 因为所有 就是宠出来的 上次在香港 跟他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每一代 都有他的一套 生存的方法 我们不能用 我们那一代的那一套 去觉得 我们在帮他 解决他们的问题 叫逻辑天成 人不能够定下 我们的逻辑 逻辑天成 好 我们现在 再说到事业和家庭 其实 这个电影里面 也讲了 这一代人 他们怎么去追寻事业 怎么去寻求 自己的家庭 除了小明和杜娟以外 我们都是成家了 而且呢 都有孩子 就像刚才已经说到 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那像邓超 在戏里面演的是 祖孙三代 都按照一个逻辑 按照一种脚步去走的 那将来呢 将来大家会把自己孩子 也问一个很熟的问题 大家会把自己孩子 也带上这个娱乐圈吗 人家陈导演已经第二代了 天成吧 真的 就是那天我们在香港 聊也是聊孩子方面 就是也会有这些方面的疑问 导演那天说的也 挺毛色顿开的 就是他自然有自己的方式 对 他的生活圈子 他的教育问题 就是你不能 反正我们家也比较自由 就是比较自由 就是你给了他生命 但是你 他不属于你 对 没错 他不属于你 就是你不能说 你要按照我的方式 我的喜好去做什么 要不我们就 这问题就得问问黄小明了 你看到我们四个父亲 做何感想 好啊 而且我们都杀生女儿 他就一个儿子 对 所以他还得再生个女儿 你赶紧的 对 我每天拍戏的时候 都是受他们两次 我们每天就 他每天都要刺激我一次 对 一聊 然后我们聊的时候 就是要在闭上听 然后大为聊差不多 你赶紧的 对 他们俩每天都要刺激我很多次 我们就不那么八卦了 但是我们还是 中心希望你快点 是 觉得 你跟谁是你的事 你跟谁是你的事 但我们希望你快点 对 天成 好词啊 这个是 好 我们现在进入天岛的第二部分 奋斗 拖运处 Hey I love my country Sorry 美国人的血腰 他没有认出来你 不压身就没错 是一个联合戚 却和大家关心的战略 为什么要上市 成为担公园 你从来马来中间还会什么 难道你这个丑八人认为我这么多是非我自己吗 那是 尊敬 纽约的那个 时代广场 从那开始开机 走 好 好 奋斗 拖运处啊 这是根据我们的影片里面的一些细节来的 但是奋斗真的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主旨 其实也是我们人生当中 每个人必须拥有的一种情怀 没有奋斗我们怎么可能达到彼岸 怎么可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但是在奋斗之前 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窘境 在中国合伙里面 你也能看到三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 他们在什么样的窘境之下 才开始了他们的奋斗 其实刚才都讲过了 小明实验的角色是 土鳖 没出过国 被你不用甩了 邓超是一直在海外打拼 但是没有混出过什么名堂 这位呢就是在国内混 也没有混出过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想了解一下 从各位自身的角度了解一下 你们在成名之前 都有过什么样的窘迹 大卫 还好 我在学校二年级就开始拍戏 然后最让我成长的一个事 就是我大四 大四的时候暑假 然后一个中央台一簧的一个电视剧 都签了合约找我 找我演男一号 然后后来开机了 开机的时候 他们那个责编就来看我们这些演员 试戏 结果那天准备特别不充分 就是有一点掉以轻心 不认真 词都没背下来 然后那个责编就非常不高兴 就跟导演决定把我给换了 而当时换了我一个同班同学 就是因为那个事情当时在学校还动静很大的 就是我上那个戏的动静还挺大的 因为那个年代说中央一簧的男一号 那个事可能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我就不愿意在学校待着 因为主要是另外的 他换的那个演员也是我的同班同学 关系还很好 我就觉得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而且特别有意思是有一个细节 是当年我们还有也有那种 就是娱乐媒体 我们办了一个小型的开机发布会 也拍了 但是当时里面没有什么明星 结果那个节目是三个月以后才在电视里播 都跟你无关了 三个月以后我还没走出那件事 但是我有一天在电视里头 我那时候租房在外边住 我看到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应该过去了 然后刚好又来了另外一个戏找我 然后我就从那部戏开始 我知道一定要认认真真准备 就那个事儿让我很尴尬 很难过那个时候 是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跟头 但是很感谢后来很快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角色 然后找到我 我抓住了那个角色 我就也知道懂一个人真 总的来讲 你还算是一帆风顺 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坎坷的吗 邓超是曾经在上学的小时候 又聊这个中专的时候 但其实那时候我倒觉得挺幸福的 就反正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异类 然后后来我再回异校 我很多年之后的师弟师妹们 反正就觉得 他们喜欢那个时候的我 但其实挺暴力 挺血腥 但是他们觉得像一个 他们取外号叫混尸魔王 就是拿着菜刀在学校里面 追保卫科的人 因为我当时也是 追保卫科的人拿菜刀 追上去以后说 你要好好干啊 好好保卫我们的学校 他走了 然后人家都说 老师宿舍里面 邓超疯了 邓超疯了 就是那种 反正我进一校就开始 因为我那时候 进一校之前 十几岁就 就是开始比如说 喜欢跳舞啊 在舞厅里待过啊 染头发啊 打耳钉啊 但人家都会觉得你是异类 甚至我的父母 只是他们不怎么说 但是他们非常不喜欢 我妈每天说的就是 你能不能把头发染回来 扎辫子啊 穿各种喇叭裤啊 什么的 所以去了一校之后呢 师哥们很看不惯 第一天晚上就要来修理我 所以就是那三年 就是斗欧的三年 然后我当时也给自己一句话 要不然就是这三年 你们骑在我头上 要不就是我跟你们干 而且我们我们的同学很少嘛 所以就是那个心态 就是那样的 就是每天你就像一头公牛一样 眼睛是喧红的 然后呢 那保卫科那事也是 欺负我们班女生 调弃我们班女生 对 然后也是 这搞艺术的人的脾气都比较大 你看我们书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边留大胡子 留长头发 穿一个很脏的大风衣 对 没人打我 所以 没有吗 没有 不是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会对一些 可能鹤里独行的人 就是说 很会受周边的影响 就是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那样 你怎么好像格格不入啊 但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个东西很正常 然后觉得那个时候 有时候老师打学生也觉得很正常 我也觉得不正常 其实你是一个要改变世界的人 可能是骨子里是有一点点 改变一点点嘛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只能去自己问自己 跟自己聊天 像导演一样 那段时间 就是你也会觉得 你们这些都是我近而远之的人 我小时候一碰到像你人家 我就跑得远远的 我也是 但我是被逼的呀 我是被逼的呀 但是我还 我不能够跟他们完全 近而远之 我一定要交一个他们这样的朋友 但有人一出头吧 我就不会被欺负 因为我们各自小 容易被欺负 在这些人身边就很容易被贬 没有 真的是被贬 因为我觉得 这就像社会上很多个体一样 他真的是没办法 我们班才九个男生 然后舞蹈班一来就二三百 美术班二三百 一打起架了你根本就 你完全就摁死你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而且还有的时候脱节 上一届不招 就那话剧班 我们是特别可怜 还跟音乐班几个人联合起来 加起来才十几个人 一打起架了 哆哆嗦嗦的 后来 你们那个时候挺逗的 跳舞的男生好几百 对呀 学演员的只有十几个 因为不吃香嘛 在那个时候没有 原来你们那个地方的男人 都那么喜欢跳舞 中国喜欢搞大型伴舞啊 你这个了解 对对对 后面一光几十好 难怪你后来舞蹈跳那么好 然后就是学校感觉 就到后来就是也要 你不能留校 你不能住校 你只能走读 你要住校 或者说音乐班出了问题 也是要处分你 我说音乐班出事 干嘛要处分我 因为你跟他们是朋友 然后后来走读的时候 就发生了血腥事件 他们就被打了 真的是有这个事 但他现在已经被世界改变了 我改变了 那就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他现在完全看不出 都不一样 很多人都说大伟 也说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绝对相信 黄晓明不是那种 可以跟那边打架的人 黄晓明应该比较像我 所以你们在讲打架什么的 还说什么人多打人小 我这辈子都避开 从来没打过 我从来没有打过 我也是 从来没打过 我从来没打过 碰都没碰过 我也是 我打过 谁跟你说我没打过 那你不像那么 太不了解我了 我是属于轻易的不动手 看似很淡然 暴露起来 一定冲在前头的那个 我其实小时候 老被他们说脾气不好 我平常老娘娘的 面面的 然后一冲 你就直接 你没懂 你是孩子头吗 因为我是长子 长孙 长外孙 所以我底下七个表弟 小时候呢 老是看一些书 就老觉得自己是黑社会老大 其实跟这没沾边 就是黄家军 对 就是我们家兄弟的老大 所以小时候就有一种 要哥哥出头 要把他们带好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永远都是带着一帮弟弟出去 就感觉一排很有气势 完了我站中间 对 都这样子的 很有责任感 行 刚才那个导演谈到 其实 孟小俊的原型是导演 导演已经讲过了 在很多地方也都讲过 我们只有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到 其实 陈可欣导演在美国过的是什么日子 但是还没有他过得那么艰苦而已 特别 在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他 一直没机会 你这儿问啊 就是 对不起 来了 好 现在又有网络的网友提出了问题 下面请黄晓明来接受特别是问 有请 老以为是着火 不 网友不只找你一个 来 第一个问题 同样是来自恒顺微博的问题 腾讯微博 叫恩龙泽的网友 问黄晓明 之前接戏的时候 有过顾虑吗 怕别人拿英语的这个事 说事吗 从来没有 这个就像当初 他们要给我拍一个广告 就凡科那广告 要说脑袋套那事 然后当时那个制作人 非常小心翼翼地来问我 说我们要这么做 你觉得行吗 我毫不犹豫地跟他说 我说太行了 我说我现在别的没学会 就是学会拿自己的伤疤 来说事了 所以我非常喜欢 这叫什么伤疤呢 一中国人说不好英语 有什么错呢 天成 对呀 对吧 那中国人当然错了 中国人说人家的母语 有什么不行的 对呀 那你知道一咱美国演员 阿尔帕西诺什么 德尼罗说个中文试试 没错 下次咱们就找一部戏 让他们说中文 人在窘途之美窘 想让他们终窘 说到哪了 说到那个你根本不怕 对 说到我反倒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 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的事 所以我觉得 首先这个题材我特别喜欢 我非常喜欢这个剧本 你进电影院看你就知道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玩 又励志 又热血 而且还讲述大家 怎么去实现自己梦想的 那又有一些 至青春的怀旧 所以它是综合 一个综合体 但是又非常的有意思 又很感动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剧本 然后再加上中国里面 有一些就是说 中国人怎么去 说我们一定要 攻陷美国 这样一些非常热血励志的词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 这好 这好 这就是我想的 一直以来都觉得 中国人要攻陷美国 然后我们就说 然后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 我太喜欢这个戏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我说你一定要让我演这个角色 导演说 有很多的英语 我说没事 我说我本来一直在学 虽然讲的不是特别好吧 我但是 就几页的台词 我说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导演还记得 最后那段跟说 孟小俊的那段台词 本来是要去掉的 现在还在吧 还在 是我到最后的时候 一力争取 我导演 导演 他可能导演觉得 有点量太大了 可能会接受不了 但我跟导演说 我说导演 第一 我背多一点 我不怕 第二 我觉得这些台词 非常的让人感动 和激动 当一个人 就是从一件大的事情 之中 还能够想到 自己的友情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件 非常感动的事情 我说一定要要 后来现在就有了 这个最后独白的 这一段 文文台词 所以 所以真的 大家的这个演戏 千万别去 担心这个 一个英文 现在还有很多人 我看他们演四川的戏 四川话说成那样 咱也没关系 对吧 好多人演 陕西的戏 把陕西话说成那样 还有问题吗 好 下一个问题 来自微信平台的 语音提问 小明你好 听说你在片园 有一场 专美三谈 那时候 有一场 特别长的英文演讲 然后特别动容 听说当时 现场 美国工作人员 都为你鼓掌 我想知道 这段孩子 准备起来 是不是特别难 你都做了那些功课 你表演完这段 后来导演 让他跳的时候 心情如何 就你刚才说那段吧 他怎么踢过的呢 跟你认识 有点应吧 我相信 导演应该是 很多点应 可能有很多 其实我们都跑了 演过起码二三十场 我自己都跑过 七八个城市 所以基本上 很多人其实看过 对 所以那场戏 我一开始 我们三个人 都是有点想逃避 逃避不是说不说了 是我们跟导演商量说 如果你要很快拍的话 不如这样子 你拿一提词板 放到那个演员的后边 感觉上我们是看着它 其实我们是对着 那个后边的提词板念 但后来导演说 说我们放到最后排 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去准备这个 这几页纸的 这个英文对白 然后我们就 就老老实实的 只能去背了 然后还好 因为我之前 还有过一点点英文基础 所以对于我来说 就也没有特别难 现在还记得吗 其实已经忘了 你拿过来 我可以很顺利的 再记起来一些 但你这么说 我真的想不起来 约来两句 真的忘了 真的忘了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忘了 好吧 完了 当时我还记得 我在美国 因为我们当着 那么多美国演员面 去说英文 我还很紧张 后来 你记得那场戏完了之后 外国人给我鼓掌了吗 对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本来想 在北京就拍了 结果他们真的还没练好 就大家非常紧张 就说不如挪后 我说那不如挪后吧 就挪 其实那样戏是发生在美国的 其实在北京也可以找个棚拍 我觉得在北京拍就 自己人嘛 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压力 结果 真的还没练好 结果我们一个月后才去美国 那去美国拍 他们那个月呢 就日夜的练 本来我听了 他们在北京要拍之前 给我练了一次 我都说这次完了 完了 最后这场戏拍不成了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呢 因为基本上听不懂 就是都听不懂 我们都听不懂 你因为那么差呀 因为太差了 真的 然后结果呢 他们就练那个月 然后后来去美国拍呢 到他们说这次完了 我们练得好了 但是来到 全是美国老外 而且我们不在主场 我们来到人家的地方 所以更紧张 你知道吗 因为本来在北京拍 就算有老外 那是在北京老外 是我们主场 他们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 而且那些美国演员 是特别好的演员 因为配角演员 就大家都很大压力 结果拍的时候他们还真的全念出来 真的每个人是拿四五页 A4子的对白 全对白都念 而且 当然有口音 但是我觉得观众应该是 别站在一个很苛刻 很挑剔 很挑毛病的角度 因为不可能要求中国人讲英文是没口音 对啊 那必须 就算是戏里面的角色 他们去美国念书 可能也有口音 对 因为他们不是同小学英语 对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讲英文有口音 是有另外一种魅力 只要讲个流利 只要讲个别像 你都不懂那句 那个字来讲那个对白就行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英语 从来都是带口音的呀 对啊 哪有标准的美国英语啊 美国都是全世界人民组成的 对 但是 但是 那个口音还不是我们的口音吗 所以我们听不懂 毕竟不是我们的口音 好吧 问你一个 那个小问题 刚才导演说过的 你还不承认 就被碎了 在剧中是怎么回事 你跟杜娟 我都被碎了 我能坐着吗 可以可以可以 对 你的腿 脚太累 这样时间长 对 你都被人家甩了 怎么叫被碎了呢 甩之前为了补偿我一下 就把我给碎了 是吗杜娟 我没说你 就是剧中那个人物啊 其实这样就是 他们俩同时都在复习英语 然后都想要那个通过签证 然后去美国 那小明就没通过 然后苏梅自己偷偷地通过了 他还不知道 他还给他买好多复习资料 你知道 自己去打工 给他买好多复习资料给他 然后当天晚上在宿舍 然后他做好吃的 做饺子给他吃 然后苏梅就 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这事 然后 就不说了 直接做了 就 就直接扑倒了 苏梅当苏梅跟他说 他通过的时候就是 陈东青那个状态 然后他眼神 他哭了 然后那一刻其实 是苏梅就是被他打动了 因为其实在拍这条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拍之前 有跟导演沟通 然后我当时我记得 我还问导演 我说她是 苏梅她是想好了 要去这样做 还是怎么样 还是临时起义 对 然后导演跟我说 她说 是被当时陈东青的那个眼泪 和她的眼神 她的真诚 她的那个爱 那份爱 感动了 所以苏梅才会那样扑过去 所以有时候啊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要弹出来了 舒服还是泼风的 谁知道当年陈导演 跟嫂子不是用眼泪 好 我现在进入第三步 很立体地表达了 就是大部分这个世界里面 三种不同的男性 一个图片 他们没有认出来你啊 孟雅哥你没唱我 一个所谓的海归精英 另外一个就是 分析一种异性 没人肯出版我的书 成东青给我很想 成命是要不是得回话 在某一个世界 他们把兄弟情看得比自己的家人更重要 孟雅哥他很真实 他是个承认自己的 我们这男人最重要的 我们三个在拍的 我们很享受在那个世界里 大家一起生活 我们将改变世界 他为自己所有的行为买单 他是一个活着 后来有个卖的女人 他会更严重的自己的心 对对你大爷 一个男生来看 都会找到一个自己的原型 奋斗之外 这部影片最初出的就是友情 你想三个不同背景 不同境遇的男人 能够一起来做中国合伙人 能够从36元到63亿 这很不容易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合伙人 分分合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这种合伙人能够坚持 能够把最初的那一份追求 最初的那一份友谊 坚持到最后 就富贵不能赢 让我们来谈谈友情 那还是讲讲你们三位自己吧 在偏中是不打不相识 在生活当中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因为之前好像你们没有怎么有过合作 但是都认识了 很久了 就没见过你们仨或者俩俩的拍过什么戏 是一起拍过你监制的戏吗 对 我最早的 那个爱情什么胡椒者一 二所都又行 对 他演警察 对对对都演过都演过 但没有交易 没碰上 没碰上 对对那是第一次 对那是第一次 但没有算是有对手戏 因为那次是我们把 基本上把中国的那些民营 全部传在一起 然后这是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合作 之前都是在一些活动啊 颁奖礼啊 商业活动啊 都是在那些地方 那其实就是我跟他们分别的合作 就早了 我最早跟小云合作 拍广告 他还上大学 对那会儿拍一个骑车网告 对还拍过MTV 我怎么觉得那会儿 比现在好像还老显得 那时候我留胡子 不是我 你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还真是没什么太大 我十年前就这样了 是吗 他演过一个广告 演过MTV 那代饶的MTV 对老制片人了 没有 我跟邓超是合作 拍过一个小小的电影 他导演 就是你讲那个 对 是那个 就是你说 那个跟王硕那个吗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 我们也是一个人 写了一个小说 我们改的一个电影 也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但那时候实在变了 小明拍我们广告的时候 才4000块钱 他那时候就收我1万块钱 记得不清楚 别人还挺爽 跟大伟我们就 我们合作拍过戏 然后他的婚礼是我主持的 对 跟陈导演我认识也很长时间 也认识很久 宜伟是都认识的 有谁他不认识的 杜娟我也认识 对 宜伟是有谁不认识的 他就是香港的 大陆的曾志伟 香港就有一个曾志伟 这里就有一个刘宜伟 谁都认识 谁都跟他很好 我跟你那个 说一个 说一个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的事 杜娟给我打过电话 说这个 他的经纪人不打过电话 说这个 陈可欣导演这个戏 让我去演 我演不演呢 我当时跟于先生说 演 不要钱都演 这肯定是个好戏 是吧 所以还真有一种关系 戏里面呢 有一个情节 就路灯表白 这是 你们来说说说吧 在刻了一个花 写着 I love you 给谁出的主意 在剧中 我 你给谁出的主意 我给小鸣那个角色 出的主意 你讲一讲 可能是我在这个 三个人里面 属于恋爱经验 比较丰富的一个人 因为一进学校 刚进一进学校 就开始跟那个女生 去念那个英文诗 去秀这个自己 英文多好 然后文学有多好 多爱热爱文学 然后这招是我给他出的 就是我们俩一直帮着他去追这个 这个 顾鸢 顾鸢 很像大学里面 寝室里面 传着怎么去 所有 没有 但是我们出的都是好主意 应该弄一场 那个就害他的主意 哈哈哈哈 也有啊 他跳湖那个 跳湖那个是 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那个 就是在路灯下 剪了一个 楼空的英文字 对 写上 I love you 然后路灯一照射下来 投影到下面的 就是I love you 对 但是好像没把人家给等着好 有免疫 这个 笑话嘛 他主要是估计 就像我出这招 当时那个时候 应该有别人也用过 用过他身上了 所以人家 杜鹃的角色是一个非常有目的性 他就是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去美国 就要把书念好去美国 所以他还不是冷艳什么的 他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有一场戏 他在图书馆里面 在学习 晚上 拿了个蜡烛进去 就自己在看书 杜鹃也在里面 杜鹃的蜡烛一灭了之后呢 杜鹃跑过他身边 就借了他蜡烛来看 但是眼都没看他眼 然后就把书放在他旁边 就借了他的烛光 基本上杜鹃是目中无人的 所以你弄什么love 什么东西 他都看不到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我觉得导演还是挺厉害 这么一个高贵高傲的女子 在临出国之前 还是把她的最珍贵的东西 留给了中国人 我没有那么大的民族主义 这只是我的 我没达成的梦想 又有网友提问 又到了网友提问的时间 那么下面请佟大为来接受特殊的行政 该你了 他鞋真够绿的 同样第一个问题是来自微博的网友 一位叫麦多多的网友问 请问佟大为听说邓超的角色 有一部分是导演的原型 可是为什么你的造型和导演最像呢 你觉得导演是在黑你吗 这问题应该问 这问题应该问导演 还是挺像的 藏头发戴个眼镜 我们在试这个造型的时候 就是我只是注意了这个 我们的造型师给我准备了很多格子衬衫 我的大部分的都是格子衬衫 有的格子比这个浅一点 这个是我知道的 但是剪头发是我留意了一个细节 就是说那天试了一下 我再把那假头套粘到头上 然后那个发型师一直在那儿剪 剪完了给导演看 导演就一直不满意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吴立璐老师 就是我们那个造型师 就偷偷跑到我们那个发型师身边 说我照着导演那儿剪 假的导演就同意了 哦 就过了 那导演你直说就好了吗 干嘛要让人家弄办事 其实我也没想说要 其实我也没想要他像我 只是说 前面所有的头发剪了出来 都很像假发一样 怎么看都不自然 那结果照这个就觉得 这个挺自然的 我觉得OK 反正我听说 把你打扮成像导演那样以后 吴俊如小姐看完以后很兴奋 哎呀 如果他真想这样就好了 他有这事吗 反正你在演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往导演那儿靠呢 没有 这个性格好像跟导演 其实很不像 其实很不像 只是造型像 你小时候没念过英文诗 我没有 我是很乖的 小时候 没有去跟女孩表白 没有 我是非常晚熟的 我是非常晚熟的 那你怎么跟吴小姐表白的呢 我能都三十几岁才认识呢 哦 那那也需要表白啊 对啊 那不是小时候啊 那 那对你来说这也算小时候啊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就我们是不讲的 到那个阶段 那个境界已经是不讲的了 已经不用表白了 没有说到都几十岁了 三十几岁了 就说哎 啊 哈哈哈哈 还有别的问题 好 没有了 充气 先跟我通过 谢谢 哦 没有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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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我是没通过了 是吗 哈哈 对 你没通过 你走的比较急 但是我转身给你送过 剧签 跟你的角色一样 跟你的角色一样 还是剧签 我们是要按照剧情来的 喝酒 刚才大卫就说了 他拍的第一场戏就喝酒 但我们听说后来你们演的婚礼 这份也还是在喝酒 对 是真的喝吗 喝 找酒 找酒 这喝的不够了吗 我真想问一下你们三 因为那 我拍过不少戏是需要有酒意的 因为你知道喝酒是最难演的 对 因为所有人都在 你不喝就演不下 所有人都在演醉 但是喝了酒的人呢 其实是告诉人我没醉 对 那清醒 不是醉 其实是醉了 然后装没醉 所以那个层次是非常难拿捏的 结果呢 每次我们拍喝酒都得喝 其实喝了之后呢 拍了一条两条就醉了 都说不下去了 台词都说不下去 结果那场戏是12分钟的台词 他们三个人 一大堆台词 他们都喝了 我真的想问他们 究竟那天有没有醉 怎么可能 拍了三条 每一条一字不漏的 没有人都去握过他 有没有醉 肯定是醉了 但是没有醉到 说是已经完全 不省人事的 那个意识了 我还是可以有意识 知道是在演戏 是在说台词 但是已经是到了 非常放松的那种状态 醉到很放松 这份呢 我是越来越清醒 那你酒量大 所以我一直在找 到他们两边 他们俩没了 在找酒 他在拍一半的时候 还在喝 好像口干一样 还在喝 因为特别怕 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 就像大家一块吃饭 只有一个人不喝酒 那个就很 对 明白 那个肯定了 但是因为我们的剧情很激烈 我们还得有动作 我们有撕扯 有打 打 还有说 然后其实应该是 我们整个电影里面 兄弟之间的 最宣泄的一场戏 就是把很多东西 可能在那一刻 像野兽一样的撕开 可是你喝完酒以后 都有点不太灵光了 真打 打起来 真春感就很差了 会不会真打痛 我相信里面有真的东西 当然那个全没有灰道链 但是我们很多撕扯是真的 包括有没有谁被真正的弄痛的 那场戏 还有酒杯 最重要的 都睡了在地上 他们还要躺地上 还有酒杯 其实破了的酒杯 玻璃杯 其实挺危险的 没有人受到任何伤害 那天我 他打人的人喝多了 被打的人也没有痛感 肯定也忘了 那天我也比较清醒 尤其是玻璃一碎了以后 因为我要 我们俩要撕扯 然后打起来 我就把超给拉到这边来了 他有一个保护我的 我就躲到那 大为是最清醒的人 其实他是非常照顾别人的 所以这些都非常像他 他非常照顾身边的人 就从酒量上来说 应该大为 应该是超 你 应该是超 你 你 这个你就别让了 小眉其实还行 没事 我就是属于被忽略的那个 没有 我说小眉可以的 可以 我原先还挺能喝的 杜鹃 杜鹃 对 能喝吗 帅到这儿去了 冷笑一下杜鹃 因为我没跟小眉喝过 我们都喝过酒 他挺能喝 他能喝 我们的拍戏那个拍完了 到我房间来 然后就弄俩菜 一瓶白酒 一人一瓣 来 他爱喝白酒 他是有时候赶飞机 他着急 我们快点 这个在心里偷一遍 赶紧喝两口 赶两口 属于那种 可能量 他还是 他量的应该好 对 还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好像经常把导演拍哭 导演您真的那么爱哭吗 没有 因为这个是非常贴近生活 我也太多年没拍贴近生活的戏 所以回来到生活里面 就什么东西都很有感触 而且一把年纪了 就很多东西都特别容易觉得唏嘘 那么整个电影 其实主题就是唏嘘 整个关键词整个电影 那么他们看他们每三个人 就整个故事里很熟悉的故事里 看到这三个人从青春 从最理想的 天真的时候到慢慢天真美朗 到成功了 到发财了 到翻脸了 到再走在一起 其实真的觉得很唏嘘 就觉得好像三个年轻人 在你面前一路一辈子晃过一样 就很容易有感触 而且好像刚才喝酒那场戏 就他们真的是演得非常好 而且确实是我拍那么多戏 包括《甜蜜蜜》拍的最震撼的一场戏 最感动的一场戏 就是他们刚才喝酒那场戏 就是基本上每隔一天都会哭一次 基本上什么 所以这种感动不是说 这个电影是一个让人流泪的电影 不是一个催泪的电影 但是当你自身在那个情境当中 当你坐在电影院和你的朋友 特别是和你的同龄的朋友 来看这种电影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所感触 这个眼泪也许会流下来 也许不会流下来 但是你一定会感觉那种热泪盈眶的那种感受 背后的女人 在戏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背后的女子 黄晓明是最突出的 有杜鹃在背后 在戏中邓超有一个背后的女人吗 黄振 她有青梅竹马 对 其实那是 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戏中的情感 也像很多种代表性的 就是我们是属于从小就开始 就是她弹钢琴 我念英文诗 就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 就你的生活真的是比较按部就班 没错 可能就是我爷爷 一般好像就是这样 我copy一下 然后爸爸 然后到爸爸再到我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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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两个人也是这样 但是两个人都用那样的尊严活 两个人都去了美国 然后他也瞒着我 我也瞒着他 我是在实验室根本没有干 本身我觉得会干的那份工作 我在那刷器皿 喂小白鼠 他是去一个洗衣店 但他说是交钢琴 两个人都没说 然后都突然在一个 在美国在国外 忽然看见自己的最亲的人 在看着一个另外的事情 就像那个片花里面 他说他问我 他说孟小晋 你来美国究竟是为什么 你想过没有 我觉得那句话问的特别好 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 你有没有想过 很多的年轻人也在问 是的 我来北京干什么 是的 我来上海干什么 对 都在问这句话 然后之后再去那儿 很多现在父母 想送孩子去国外 对 孩子有时候也会问 你们送我来干什么 对 有的时候他不是从那长大的 我们让孩子上国际学校干什么 对 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跟别人探讨 因为我孩子可能 未来也面临这个问题 我也问很多人去咨询 但我听到了很多 就是说 你真的有的时候 在一个年里把他送出去的话 那是很残忍的 是 你真的把他推到那儿 你又不是说 因为他身边的朋友 身边的肤色 语言环境 他觉得他还是个外国人 他依旧在那儿看中国的电视剧 听中国的新闻 那个太可怕 没有孤独感 完全是害了他 真的 是 是吧 大威呢 大威说身边有一群女人 中外都有 聚中 但是这里面只有你办了婚礼 只有我办了婚礼 嗯 我觉得 就是这个人活得很明白 他 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生活态度 追求不同的幸福 而且这个人身边一直没有断了女人 就从最初他 把他给 从一个男孩变成男人的那个外国女 到后来他开始 挥霍他的青春 他有钱了 他去认识不同 不同肤色 不同种族的 就是 那个阶段是 是 是一个 玩弄感情的一个阶段 因为 因为可能事业上 也 小有成就 然后 那是一个挥霍的一个年龄 然后又到他 觉得自己该 该成家 该过 大家都 都觉得是对的生活 然后再结婚了 就是觉得 他是一个活得特别明白的人 小明儿的杜娟走了以后 你还有 新的练习什么 在剧中 没有 就是生激情了 哦 在剧中你就没有恋爱吧 后来 就只有跟他们俩的感情了 对 导演 为什么华小明儿在戏中 后来没给他设计一个 杜娟走了以后 他就 我觉得 他不需要 故事上也没有这个空间 在人物上也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必要 我觉得 其实就算有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在电影里面展现出来 因为你要更使到 他跟杜娟那段 更刻骨铭心 所以就没放 没写进去 就是每个男人身后 都有一个 而且就算他以后再有女人 我觉得杜娟肯定就是 他背后那个动力 一辈子都是那个动力 就真是每个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女人 我有我的太太 她有观月 她有孙丽 她有吴君如 她有 好吧 祝福你 我们希望 有 有 没有吗 有吗 当然 杜娟是谁背后的女人 哈哈 不是陈可欣吗 哈哈哈哈 好 其实每个人都在成长 每个人都有梦想 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们要做这个年龄 必须做的事 所以小明衷心祝福你 希望你早日改成我们 啊 结婚的时候一定让我们去吃饭 你想想妈妈的眼神 你别在婚礼上捣乱就行了 不会不会我们就喝酒 哈哈哈哈 我们在婚礼上绝不提主角的事 好 呃 希望各位能够在5月18号 来看这部中国合伙人 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们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的红火 有很多的电影票房都特别高 为什么 是因为这些电影贴近我们的生活 他们给我们很现实的东西 他们让我们可以回味 他们让我们可以回忆 他们让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我们自己 看到我们的朋友 看到我们的家人 而中国合伙人无疑是 这一群电影里面 最能够让我们产生集体回忆的 产生共鸣的一部电影 希望各位能够在5月18日走进电影院 来看这部中国合伙人 最后请五位各自用一句话 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来你先来 一部讲述 一部讲述青春和奋斗的电影 看了之后一定能在电影里头 找到你年轻时的影子 邓超 好像女孩更爱看电影 相比男孩 相比男人 然后这个电影 我希望女朋友都陪着男朋友 进电影院看看他们的男人 多么的艰辛 多么的不容易 邓超的言外之意就是 女孩子们来看这三位帅哥吧 没有 导演 这个看似是一个60后 70后他们的梦想电影 但是其实这个梦想 也是你们的梦想 我觉得你看了这电影 你会相信你们也能够达到这个梦想 但是我希望60后 70后的人一定要去看 你不看真的 你对不起我们曾经的过往 因为为我们拍的电影并不多 怎么 中国合伙人 是一部非常实实在在的 写中国人寻梦的电影 真的是 不管是怀旧的人也好 还是现在的年轻人也好 都非常适合 做这部电影的观众 因为他会告诉你 如何去实现你的梦想 所以我希望所有梦想的人 都走进电影院 去看我们的中国合伙人 谢谢 杜娟 我想说的很简单 你有梦想吗 那就去电影院观看中国合伙人 对 不然的话 杜娟说的20亿无法实现 你都得去了才能够实现 好 感谢各位 我们最后邀请五位主创 一起跟我们唱一唱 片中的那首主题歌 也是我们60后 几乎每个人都会唱的 罗大佑先生的光阴的故事 怎么唱 就这么唱 把叫了就可以了 是吗 先奏完了 先奏 就这样 承门 成为几天的花开 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亚 LUO 一个青春年少的我曾经不值得这么想 风筝在四季轮回的刻意 它天天的流泡沉 风华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念念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影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重伤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发黄的香片古老的心 以及褪色的圣诞卡 年轻时为你写的歌 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过去的誓言就像那颗单里缤纷的书间 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 可是终究是一阵烟 流水它带走光影的故事 改变了三个人 就在那多重伤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遥远的路程 遥远的路程 昨日的梦 以及远去的笑声 再次等见面 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 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梦 有着旧日狂热的梦 遥远的梦